55年的将军中,有159名国军军官,其中一人,毛主席说能顶百万大军,1955年的授贤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主席授与十人为元帅,揭开了授贤仪式,在此次授贤仪式中共有十名元帅十位大将,55位位上将,1956年和1958年各补一名上将, 175位中将,1956和1958年增补两名和802名少将,1956年补兽四名在这些将军中有159名将军,是国军的将军起义,或者投诚而来这159名将军中大多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而来的具有关资料, 显示在解放战争时期,起义和投诚的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88万这些解放的国民党军人,很多都走向了人民的这一边这样,比在战场上消灭作用更大 可以说解放战争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基本完成,和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些将军中,有一个人却不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那就是海炼成将军,海炼成将军出生于宁夏故人,号称中国共产党四大传奇将军之一西北军的意愿,一直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看家过北伐1945年,更是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虽然只是少将,但是蒋介石却一直都十分的器重, 他主要,是因为一件事情中原大战的时候,蒋介石亲上前线,在火车上指挥站,都但是没想到被冯玉祥的骑兵,发现了俗话说秦贼先秦王 发现了蒋介石,冯玉祥当然不会放过蒋介石,一直被追赶眼,看着,就要被冯玉祥的骑兵干掉了 在这个时候韩炼成将军接到命令迅速出击,在蒋介石最危难的时候,就下了蒋介石也因为这件事,蒋介石直接给黄埔军校下了一个命令,让韩炼成特许黄埔第三期毕业这份命令其实就是官方帮韩炼成造假 蒋介石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韩炼成走向自己的阵营成为自己的嫡系,估计蒋介石到死都想不通,他这样拉拢了一个人,后来却成了共产党的中将 中原大战抗战时期韩炼成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感受到了各种腐朽的气息 没有招期1937年韩炼成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身上的人格魅力,让韩炼成深深折服,共产党的抗日态度也让韩炼成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韩炼成渐渐地靠拢共产党在1942年的时候表达的想要加入共产党,但是周恩来却有自己的考虑从此韩炼成就成了周恩来的秘密战线上的一员 韩炼成此后一直以国民党将军的身份为我党服务1946年的来务战役中,国民党的5.6万部队在韩炼成的配合下被我军全监 此后不断地提送情报在1948年面见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直夸,他能抵得上100万大军1950年韩炼成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